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网视频 我是仙迪 港大日前公布2020年本科毕业生就业数据 结果显示毕业生就业率只有75.1% 比2019年下跌4.4% 仓十年升低 继续升学就有21.3% 比2019年上升3.7% 其他大学的情况都不好得去哪里 其中科大毕业生找到全职工作的更只有68.1% 是自2015年以来最差 前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年初就说过 15至24岁青年的失业人数高达35,000人 其中1万是应届毕业生 也就是每3个失业人士中就有1个是大学生 都不是说不得人的 没错 今时今日沙子大贬值 的确是全球大趋势 纽约前市长彭博6、7年前 已经奉劝成绩平平的高中学生 与其浪费4年时间读大学 还欠落一屁股学债 倒不如跌满心水做通渠佬 上述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 继续选择进修 就是知道一功难求 就唯有拖多几年先咯 不是以为真是很喜欢革密是吧 问题是 除了沙子贬值的国际大气候 香港本身的小气候 才是大学生毕业变失业的关键原因 先讲讲大 未去到前年黑暴 其实早在2016年 该校发生校围被禁锢事件 大学生暴徒的形象早已经深入闻心 天子门生? 这位卓号天子的黑道大哥有几把炮 收拾了这么勇武的门生 还用这么麻烦 请拿行街址的假难民外援呢? 好了 Fast forward 到今年 港大学生会评议会 竟然发展到悼念刺警恐怖分子 不但引发全城愤怒 港大学生会会长等四人 其后更因为涉嫌宣扬恐怖主义 被国安署拘捕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他们可以和继续读碩士博士的同学一样 相信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 都不用担忧毕业之后的就业问题了 至于中大叫做报大 部分学生还不以为此反以为荣 就知道什么了 他们和理大一起在黑暴期间沦为战场 甚至沦为兵工厂 可能在这班勇武大学生心目中 这些就叫做违法达意吧? 但什么是意? 谁决定呢? 如果老板不肯表态撑黄 又或者不肯加薪给一班手足员工 会不会因为不公义 被勇武大学生禁锢 甚至私了? 难怪坊间有传闻说 多间大型企业未来两三年 都不会聘请应届大学毕业生 说真的 这班勇武大学生 正正就是王法官口中的优秀小孩 要保留有用之区的社会栋梁 废老男老板就说不识货 美资英资公司应该赞助盐纜这些人才 重要院议长佩洛西不是很欣赏香港的 美丽民主风景线吗? 现在机会来了 还请十几十个座礼 日对夜对仔细欣赏一番 说回香港的大学形象数地 要改善都不是说没办法 好像港大那样 就走出了正确第一步 校委会去年清理门户 解雇人称大妖 违法占宗发起人之一的 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 如果港大要继续向外界表达 校园去政治化的决心 就应该认真考虑移除 97年摆放至今的所谓 国商之处 正如有人说 这件雕塑督眼督鼻不再说 还有煽动反华 宣扬分裂和仇恨 以至违反国安法之严 后方不主动拆弹 又要努烦官府动手 那就不是那么好 Anyway 大学生毕业变失业 攬炒派可以说再胜一仗 想心一层 所谓攬炒 越看越似美军用无人机反恐 一轮狂轰濫炸 塔利班又好 伊斯兰国也罢 不单止好法无损 事业反而精精日上 大学生固然不是个个都是暴徒 以四仔主义为人生在有名者 仍然大有人在 什么是四仔主义 不就是屋仔 老婆老公仔 车仔和BB仔 正如整个香港 大部分市民最关心 能否安居乐业 生活是否自由 现在好了 被黑暴搞一搞 香港不见有双普选 反而成功争取北大人 一再收紧对香港的政策 最终埋单的 不是又是大多数 没有扔过汽油弹 没有搞过港独的无辜市民 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 今次去到哪都会发光 有真材实学的 不一定要将眼光 局限在香港 这个大眼圆之地 内地最近推出多个 条件优厚的招揽专才政策 吸引本港人才落户 举个例子 本港城市规划专才 可以透过简便备案方式 对应内地相应资格 在广东省直接提供服务 目前已经有45间相关企业 以及近200位 本港专业人士备案 没办法了 量禽责目而妻 有得走不走 难道真的留在那里 和那些揽炒派官底见吗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啊 还是失败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